又沒有人氣室啊 沒有,沒有人氣室 等你花錢來宣傳組啊 然後再帶三年 然後連續的時候 你不在那裡是好要付出國文區 好 這個 噢,等起來要做什麼實驗吧 摩擦力 摩擦... 就放了很多東西在這裡 然後又要... 沒事,沒事 這個就壞掉了 摩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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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多點兩千 我們那個 先來做好了 這裡不太看起來 準備那麼多 站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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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那裡講過一個合成的分解 記不記得怎麼做 表面有像一個例 起碼分解層 分解層 這個坐標軸向 X軸跟Y軸向分離 怎麼分 來,誰上來分一下 快點 快點 誰上來分一下 把力分解 把力分解成兩個力的合力 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 有個東西在這裡 他收了一個力 可是他身上是受兩個力的分 兩個力的作用 一個力是我們這邊 一個力是我們這邊 這兩個力的大小分別為何 也就是說這個力是兩個力的合力 一個是我們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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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力 兩個力的合成成這個力 這兩個力大小分別為何 怎麼做 來,上來放 剛剛這已經做過了 再做一遍 我看一下大家會不會啊 那你剛把他會只有你會而已啊 那你就不要找 好,那找別人 來,那邊上的話 記不記得怎麼做 我認本沒過 你...我不看 我來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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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ぇ 我來記住 你要灰給表 cloth 還好 他在中間 輕鬆 這個方向力跟這個方向力 或者你只要掛一個OK的 這個力是可以平離 所以假設這個物體呢 他同時受了這個方向力 這個方向力 跟這個方向力 他的合力呢 這個方向力 他再往如果誇張一點 我把這兩條線 不見得是垂直 這個方向力 這兩條線是這個樣子的 好 這個力呢 收了這個方向的力 跟這個方向力 他應該是兩個力的合成 喜歡是哪兩個力的合成 嗯 嗯 啊沒有一定是要這樣子 來看看 這兩個力大概會合成 對 腳上中間收了兩個這個方向的力 一個X的方向的力 一個Y的方向的力 這兩個怎麼會追直 你看看這兩個力的大條有多少 好 這條改變了 所以加一點齁 增加一點點右音 來 快點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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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嗎 不會 他 你看看 來 他錯錯看 好 哪有蛤阿 這座他會留 你不做就要派你嗎 欸 這太一般不會了吧 怎樣 她好像應該是這樣子吧 這樣 這樣 用綠色的皮革 是那两个力 事实上好 它的力量是这样 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也在左方向的力量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力量是这个 压到这个 也是这个方向的力 所以这个也写 这两个合成了这个方向的力 这个力呢 还没有被处理嘛 你看 这个力呢 是不是一样移到这边来看处理到这一块 就是假装把力都拆开成 这样的话就可以走到 这个方向的力量 可以分解成这个力 跟这么长的力 可是 在这边它先用一个 另外一个三角形 这三角形来处理这个力 所以这边的合力 这个力 所以这边的力呢 已经处理到这一块 将来这一块了 所以垂直来弯去处理 所以这个方向的力呢 就只剩下全部的力去剪掉这一块的力 所以只剩下这一块 这样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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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段来讲 我不知道哪个力 都已经可以分解成 垂直方向的两个力合成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好 也就是我这个地方如果说 收了一个力 跟这个力的话 我会配合理就在这里 这没问题吧 对 那其实这个问题吗 你要什么 就画平衡的 所以其实你这个力 应该是这个力 跟这个力的合成 对不对 其实这个东西要简单来说的话 应该是这样 小时候我现在有个力 这样子 我怎么画它的分力 结果这两个 很难道 我用这边 画个平衡线 我用这边 画个平衡线 我的力就是剩下两个力而已 是不是就是 这一边 跟这一边的合力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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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不是那天有讲过一个 其实简单来讲 我们那天先讲个 你先向右边走 先向东边走 再向北边走 最后的结果 是向内走的这一段路 以后这个像样的相加 像样的相加 像样的相加在数据上 我跟我们知道 有这个特性 像加的结果 只是把头尾相加了 像明来举止 假设我现在的相加是长这样子 我另外的相加长这样子 这两个相加变多大 这个相加变多大 我学过了没有 没有学过 没有学过 就现在学了 把这个平移过来 平移之后的意思吗 平移之后的意思 平移之后的意思 直接踏回去 直接踏回去 就是这个方向不变 大小不变 把它移过来 移过来 所以移过来的时候 我们直接发现说 平移的大小在这里 Ctrl 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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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Ctrl E 要简加贴上 简加贴上 简加贴上 大小一样 方向上口 结果你这个 A 向量 加上D 向量的结果呢 就会直接是展现出来 A 这样 A加进去的结果 就直接把这个提过去就两个香蕉 头尾香接在一起就是 结果 你看喔 线向东走 线向北走 结果是不是把这两个香蕉就相当于我走的这一段 这叫香蕉的香蕉 第一是一个香蕉 我刚讲这个是顺子的香蕉 这是你的香蕉 那你想想看喔 我把这东西一样喔 这一段拼一到这边来 把它拼一到这边来 这一段绿色的呢 跟这一段白色的长度相等 方向相同 我把头尾相接之后 这个的尾巴 这条绿色的尾巴 移到这个蓝色的绿色的 的 A B 对不对 把它移上去之后 这很力量吗 移上去之后 它的结果就是A 加B就是这个绿色的线 简单来讲这也是个比你四边去 看得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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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所以刚刚这个题目就是 一样嘛 你画个平行四边形 这一段 加这一段 就是讲这一段 对不对 但是同样的道理你可以想啊 这段大小是不是就讲这段大小 就刚照动画一样 是一样的道理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这段大小是讲这段大小 为什么 这是比你四边行吗 就是这段的距离 就是每四边的距离 对不对 所以全长扣掉这一段 整个全长扣掉这一段 一定是一样 所以 照明做法也是对的嘛 可是它方式不一样的 那很清楚吗 所以我们对地的合成跟地的分解 比较有点概念吧 分解它已经合成它 那这实际上使用我们经常做的方式是这样的 假设是一个坐标的头 XY 我们面对两个例 右第一个例子长这样 右第一个例子长这样 这样 我们怎么把它合成跟分解 把两个例子接相加 那简单的做图方式 是不是直接做一个平平四边形 或者画到这边 是不是 就是 我就做一个一样大小的 我把这个平平过来 对不对 做的合力在哪里 合力在哪里 提一下 合力在哪里 合力在哪里 有A 力 加上B 力 他们合力在哪里 好多小 蛤 有这样 有这样 弩细 运气 弩细 你一点点像这样的 他是那个转镣 那个然后往上走 它还是血射 钥匙 然后把甩甩玩 cũ 我们刚才结识过 来路 来me 就可以画了吧 SUNG A跟B香蕉在哪裡? A跟B香蕉在哪裡? 快一點 你不上來試試看有哪個不會撕 都只在下面想 你不上來試試看他就在那邊 你不上來試試看他就在那邊 對角對角 對嗎? 對角對角對角 是不是OK? 是嗎? 就是這個對角 是不是 要不然哪個對角 所以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要不然怎麼樣 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個壓這個 從這邊到這邊 想不起來就想像 我先走這裡 從這裡走到這裡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這個是向亮的香蕉 好 我先向東 走 五步 再向北 走 七步 那結果是往哪邊走 你不想我先向東走五步 再向北走七步 答案是往哪邊走 是一樣的結構 這個向亮的相加 好 那我來想想 假設呢 我先把A這個E 分解 成這個 這叫做AX 我先把A這個E 分解成 這叫做AY 知道意思嗎? 我先把A這個E 分解成 對不起 太高了 分解成兩個E 一個是 平行X 一個是平行Y 我可以說A是AX加AY的合力嗎? 對不對 A這個力是AX跟AY的合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同樣的B呢 是不是可以分解 B是不是可以分解成 BX跟BY 是不是 好 那假設合成的力 就是C A加B 等於C 那我可以寫說 C 可以等於AX 加BX 加AY 加BY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是不是一樣的意思 我只把力分開再合成而已 所以你看 C這一段 是不是這邊有一個 CY 這邊有一個 CX 你看CX 假設搶到大橋 不知道絕對只搶到大橋 是不是等於 BX CX 是不是 是不是 我把B 減掉A 是等於C 是不是 合力嗎 這個物體在這裡 它收一個B往這邊拉 收一個A往這邊拉 A這個力一定有X方向的這個方向的力 B一定有這個方向的力 這兩個方向的力 這邊先抵交一下 會不會抵交一下 這邊抵交嘛 方向向往 要抵交一下 A 向上 A向這邊 是有部分力向上 B A向這邊 有部分向上 B向這邊 也有部分向上 把向上的力加在一起 是變大 是變很大的力向上 所以一樣把C 多分成CX跟CY的話 可以看到 X是B跟C 對不起 這邊寫錯了 B跟A的合成 一樣的 CY 會等於什麼 BY 跟AY的合成 就是這樣子 這問題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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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把A 再跟X X跟Y 放下 B再跟X跟Y 放下 相加簡單的力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收眠 你們都這樣子 看著我 好像 要講了一個 很奇怪的心理一下 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你還在想 先問 你感覺 有畫的超過 有畫的超過 有點像 有圖一幅嗎 等一下 你來畫大一點 確認是 對 Cancer 可能CX還是 確認是 要像水 是 一大圓 對 好 我剛剛不是看的出來 是 如果负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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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一样有用啊 你做出来之后 你做出来之后 方向只要是负的方向下方 对不对 我们再做一次 我这次做大一点的 好了 这是 A的力 跟 B 有力 他们想不想到D会在哪里 想不想到D会在哪里 想不想到D会在哪里 会在哪里 怎么做 Ctrl 一个是加V Ctrl 一个是加V Ctrl 一个是加V Ctrl V Ctrl R Ctrl Ctrl iones 然後 下方花过来了吗 刘萌姐在这边卡掉了 没有卡掉 那你放这东西就好了 啊 嗯 嗯 容易卡不去了 你说你吃辣碗吧 你说你想做的汤 要到来 吃 啊 啊 嗯 然后鱼上碗 啊 这个这个 嗯 嗯 卡锐在哪里? 直接画个底幕写的区域 A移到这里,或者B移上去也可以 你从起点到结束点,就是加个底线 好了 同樣的我們一樣 我們先看一下 假設我們把V分解 可不可以分解 可不可以分解 我可以說把V分解成 V的 Y方向的力 跟V的 X方向的力 V是由VY跟VX的合力 是不是 是 同樣的A 我是不是可以分解 A 不小心畫Y了 所以我是不是有A X方向 跟 A的Y方向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假設這一定是C 這叫做CXX 這叫做CXXX 你可以感覺到 CXX 是BXX 跟AX的結合相加 可以看得出來嗎 有感覺 CY 是不是AY 跟BY的相加 我講相加是因為BY在這邊是負的 對不對 A Y Y 加BY 可是BY 是固的啊 對不對 是不是等於 CY 有沒有這感覺 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這樣做法 所以我們一個做法是 一個畫平的時間形去求足 C 也可以做法是先把A 拆開成X跟Y B拆開成X跟Y 然後把XX相加就是C的X Y跟Y相加就是C的Y 好 這是一個簡單做法 這部分理解一下 懂一下這個方法 那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練習幾次 最重要的是 這東西在未來 你會用得到 不管在書學 或在錄理這成用 為什麼 這個方法比較好用 為什麼 因為假設同型叫你掐 我現在有A相量跟B相量 跟C相量 跟D相量的相加 進化出來的時候 有些時候會非常複雜 可是如果你知道 就是把他的X方向 跟他的Y方向 拆開之後 XX相加 YY相加 甚至以後還有三軸 還有Z方向 Z方向相加 就OK了 所以簡單就是這樣 就先把它拆開 再把它組合來一起就好了 好 所以這力的合成 這力的分解 沒有問題 也沒有問題 沒有 也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要把它曬乾 這問題太簡單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在看這個力的時候 當然下個乾 也是摩擦力 那摩擦力 我們有時間要做 所以我先再踩 我們來跳過去 我們先講壓力 壓力 好 好 什麼叫壓力呢 我們觀察還有一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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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呢 比舊了 好 你看人喔 你自己也可以做試驗喔 我們自己一個簡單的考試驗 我拿筆之尖端 我壓到我的手 啊 公方反過來 平的端腰的我的手 我用同樣大小的力 一樣的話 你覺得哪個腰的比較深 尖端 哪個腰的比較深 哪個腰的比較深 尖端 尖端 像大小的力的時候呢 雖然我們講說同樣的力 力的效益很好 先我們再講一遍喔 力 一個力的作用 作用在一個物體身上 它會產生什麼效益 再採變 第一個是 運動方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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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方式改變 然後咧 然後他就 形狀改變 形狀改變對不對 形狀 然後呢 最後一個 破壞 對沒有錯 破壞 當然你說破壞是變形的特例啊 可以這樣講 但是 實際上有時候都是兩種東西 因為 形狀的改變 有時候是可以 協助我們來推測力的大小 但破壞是沒有辦法的 但是他就有傷害 好 運動呢 是可以協助我們來推測力的大小 因為 我們 你看了我現在 作用奴隸在這影子上 你知道我作用奴隸到的力嗎 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們推測力的大小 我們真的要推測力 我必須靠一個外界的結果 靠這個效應 靠這個結果 來推測力的大小 來比較力的大小 好 那我們現在呢 他的現象是 我通常收一個力 拿比 我通常大小力呢 有時候會凹一點 有時候會 比較沒有那麼凹 有時候會覺得通一點 有時候覺得沒有那麼透 那我們發現喔 在一個特殊情況之下 B 如果是作用在一個面積上 在一個面積上 它好像效果沒有那麼的 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它能跟 除了跟力的大小有關之外 跟面積的大小好像有關喔 是不是 我們發現有另外一個效應 除了力直接做在上面的效應之外 除了在物體上面的效應之外 我們發現力 假設是做在面積的時候 這個效應會有所改變 這個效應的改變呢 其實除了跟力的大小有關之外 跟面積大小也有關 我們發現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給它定音的東西 叫做壓力 壓力叫做B 好 我們再想一下吧 當一個物體 收到一個力 我這個手 收到一個力的作用 假設施力的這個中心 它上面這個尖章的面積 面積越大的時候呢 我會覺得壓力越大 才覺得壓力越小 越小就壓力越大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壓力 跟我的面積一層反比 是不是 這個都反比的關係 我的面積越小 我覺得力很大 面積很大 我覺得這個壓力很小 我覺得感覺 刺痛的感覺就變得很小對不對 那壓力就正比於誰 我的力量大有什麼關係 我力很大的力 跟很小的力 跟我的壓力有關係 沒有關係嗎 我刺我的手 我輕輕刺在用力刺 我的手的感覺是一樣的嗎 那這有什麼關係 那這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吧 我的手的感覺就是壓力的感覺 我手的感覺就是壓力 用力刺的時候很痛呢 還是輕輕刺的時候很痛 用力刺的時候很痛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這壓力跟力 是正比還是反比 正比喔 所以壓力是正比比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正比 不一樣啊 這是分之一啊 這是跟面積成反比的意思啊 跟面積成反比這樣寫 這個符號叫做正比 你正比於它 那表示這也是正比 你正比於這個東西分之一 放在分五就叫做反比 沒有反比的符號 這樣就是反比的 這樣就是反比的 所以當我把這三個效應 那三個效應呢 力的大小 面積大小跟壓力 要寫成等式的時候 應該怎麼寫 來猜猜看喔 我們要 F等於 P A P F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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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啊啊啊啊 我把鞋一两个不可以 就看到鞋子都可以 是不是都可以 看不出来 超快看不出来 好啦 3x 等于 8 x等于什么 328 是不是 怎么算呢 我们把全部 注意 3 对不对 3x 3 8 3 8 是不是结果就出来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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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数据也比较多 好 那这边怎么办 我把空乘A 可不可以 空乘A 是不是变成 A F 等于P 是不是这样 A F等于P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正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 F 正比于P 对不对 对不对 A 正比于P 对不对 这第一个其实错的 第一个其实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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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来看这个 假设一样我空乘A 没什么 A P 等于F 这一的F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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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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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把这个数值而已 数学 移过来 变这样 对不对 好 这边看得懂吗 那那个算式的话 是 我根据这个算式啊 好 这个 这个结果是根据这个算式来的 我只刚要你看到这三个东西 哪个最难错 我看起来都对嘛 看起来都对嘛 看起来都对 事实上第一个错了 第一个错了吧 我们刚刚看错了 有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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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正比于P 这个没有错 对 D 正比于A跟G 怎么对 这边没有告诉你 这边就告诉你 压力跟力的关系 就麻烦过来 我同样来一下 诶 诶 诶 你这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 然后面罩在做什么吗 不知道在做什么 什么 没有百分分 那你要 诶 同学 我教学是这样 教学我一定要知道你现在 问题在哪里 我才可以真正的问题 解决问题 你没有反应你的问题 你没有告诉我说 你现在听不懂 我就不会知道你哪里听不懂 我就跟我这样讲 可是你都没有百分之百 我就不知道那个百分之 五不知道 或百分之二十不知道 或百分之七十不知道 我是什么东西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会知道你的 不知道 所以我去往下讲 你那个不知道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然后他会就白讲 所以 你随时一定要告诉我 我现在听不懂 我们接下来去解释哪里 听不懂 好不好 这样是最诚实的 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你觉得我还要耽误大家时间 因为 等到我讲这大声之后 你再跟我讲 我刚才听不懂了 我们再回来讲前面的 全部的时候 那才是耽误大家时间 你大家就说你不会了 我相信很多人 都是跟你一样 不好意思讲 你大家就说你不会了 那是最好的方式 是最节省的 最节省时间的方式 而且不用不好意思 好不好 那最节省 你现在不讲你不知道 你哥哥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才说我刚刚都没有听懂 那才是最浪费时间 然后最没有效果的方法 懂吗 所以千万不要不好意思 用力举手说我 我不懂 承认不懂 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 我也很多东西不懂 就是不知道 就是要讲 不知道 好不好 拜托 不然我们会学的很慢 我们上个也上的很慢 因为 我回过头来 就看到大家盲朗的样子 我就上不下去了 那大家盲朗 上不下去了 整个时间就往我拖 就开始讲废话了 对不对 那讲废话 讲废话 讲废话 一直讲 讲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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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浪费大家时间 好 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 从实验 从实验时候观察到了 压力跟面积称什么比 乘反比 乘反比 对不对 乘反比有看懂吗 有看懂吗 我们上礼拜讲 Y等于3X Y跟那个乘正比乘反比 Y跟那个乘什么比 正比 什么意思乘正比 就是他越大他越大 OK Y跟那个乘越大 对不对 对不对 X等于1的时候Y等于 Y等于 X等于1的时候 Y等于1 是吧 是吗 对啊 Y等于乘反比 X等于乘反比 X等于乘反比 所以 X等于是 X等于1 所以 1 2 1分之大 很败 对不对 1分之大 那个1是谁 我告诉谁谁等于1 X等于1 啊 所以我们跟他简直 也意思是 3分之1 1等于3乘以1 X乘以1的时候,关键3乘以1是你说的吗? 对,我说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8乘以1 我没有说关键1,我说X乘以1 没有,我说不想当下,不想当下 不会啊,关键1乘以3 1等于3乘以1 所以,X乘以1受接受 可是,你为什么关键1的时候,X乘以3 我应该是3乘以3 然后呢? 在移5乘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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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X乘以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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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辿 來 y 咧 我們開始 我們這台會叫做自然數學的 好 請坐 來 y 等於 3 那個10 同學可以舉例一下 什麼意思 舉個現實的例子 可以輸到 y 等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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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 1 你先想清楚 y 等於 3 那個10 我寫 3 等於 3 等於 1 合不合理 不對 我錯了 我想不到剛剛三次錯誤 應該是 y 等於 3 等於 3 等於 1 就是每一包 y 的東西都等於 3 包 變成 3 包 這個你講到不太普通 我簡單講 講個現實的例子 一個取詞賣 3 塊錢 好 我要買 10 個橘子 我花幾塊錢 30 塊錢 30 塊錢嘛 也因為你的錢的 比如說需要的錢 是不是價好等於 橘子個數的幾倍 橘子個數 3 倍 所以你要知道 橘子個數代表的是 x 還是 y 代表橘子個數代表 橘子個數代表 橘子個數 橘子個數出來啊 橘子個數出來啊 橘子個數 那橘子是哪一個 橘子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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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通常這個世代 有時候我們講的話 比你腦袋動起來還快 所以他講一些那麼奇妙的話 因為你腦袋沒有動那麼快 沒有去思考 你沒有去思考要講什麼 我再講一遍喔 這個事實的意思是說 一個橘子三塊錢 所以假如買五個橘子 我需要花幾塊錢 五個橘子 四五塊錢 四五塊錢 好 五個橘子 五個橘子 十五元 好了 你再過來看 你這樣不會講的 誰是x 誰是y 誰是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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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15x x等於15的時候 3是y 不是y是不是粒子 所以我們再看看 u等於3乘以15 對不對 不錯 你剛剛不講的嗎 五個橘子嗎 橘子是代表y 多少錢是代表x呢 是不是 這是你講的 我只把你講的寫下來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 你要再往前追喔 你現在連這個東西 在這裡解釋上 認知上 是用 記起來的認知喔 你不真的去比 你沒有體會它喔 你沒有去理解它 你記起來了 你現在的回應我都是靠直覺喔 可是你的直覺是錯的 就跟上次在講那個話 有的時候是一樣的 你的直覺是錯的 那你記起來了 你現在的反應都是靠直覺 所以你直接是錯的 懂意思嗎 你沒有真的去思考 意義是什麼 我上課 我不希望大家靠背 我一直講都不希望背 但是每個老師的做法不一樣 背有背的好處 就像老包叫你背單子 背單子有背單子的好處 對不對 你看到一個單字 你才能夠直接反應 這是好處 所以學習一定是有時候要思考 有時候要靠背的 就是這樣 相組相成 這些東西千萬不要背 自然界沒有什麼東西叫背的 數學不要背 千萬不要背 要去理解它 一定要想清楚 理解它 但是我告訴你說 好 7 乘8 等於多少 8 6 有多少 8 8 8 7 8 3 5 6 這東西 有時候為什麼要背 就是為什麼要背 因為很方便 因為我們進到右 你從天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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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7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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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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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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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1 4 9 9 9 4 10 9 2 12 2 switched 7 5 6 6 5 3 5 - 这个业务员很厉害! - 这个业务员很厉害! - 谁是X,谁是XY? - 再想一想好! - 再想一想好! - 要接收机构了! - 再测试一下,再测试一下! - 一部车,65万! 我这个业务员很厉害,我这个月卖了15副车次 我赚多少钱? 我没有赚多少钱,我卖了多少钱? 赚了,赚了,赚了,赚了 15乘65万 15乘65万 想说用呆数来取代的话 我会说 假之我卖了 X副车子 我得了 Y元 好,请写一下X跟Y的关系 卖了X副车子的Y 算是 X-65 那应该是 X-65 那应该是 X-65 那应该是 X-65 X-65 那应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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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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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等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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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得了一块钱 什么东西得了一块钱 dk i等于一 我得了why允 所以你得1元 所以你得1元 不是你得65萬元 我得65萬元是誰乘誰 是 好,其他人可以下課 65萬乘以Y Y是得了多少? 我得了Y元 我得了Y元 沒有,對 應該是Y等於65萬 然後F等於Y 一元 一元 好,我們先想一下 我這次賣了車子 這得到了錢 我賣了一部車子 我得多少錢? 65萬 我賣了兩部車子 我得多少錢? 65萬 二乘65萬 我賣三部車子 我得多少錢? 三乘65萬 三乘65萬 好,所以我賣了X 我得了Y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寫的40 可以相等 我要很快地算出這個結果 我怎麼去寫X跟Y 簡單來講 我是不是可以寫Y等65萬 Fs 想清楚喔 這是賣幾部車 這得了多少元 是不是這樣子? 我買了一部車是65乘1等Y 沒有錯喔 這是65乘1乘65 我賣了兩部車子 我賣了兩部車子 是65乘2等於得到這麼多錢 是不是剛剛跟你講的相反 是啊 對,這還是簡單的數字喔 我簡單的,我再問個事情 這是代書 橘子 一顆3塊錢 蘋果,一顆10塊錢 蘋果,一顆10塊錢 香蕉 一顆1個7塊錢 一顆一條7塊錢 我去買了 橘子落乾的 蘋果落乾的 香蕉落乾的 我去買了 我需要多少錢 假設有多少錢呢 是Y嗎 我需要Y圓 Y圓我可以買蘋果 買橘子A個 買蘋果B個 買香蕉C個 聽我講完 我有Y這麼多錢 我可以買ABC 這麼多東西 假設ABC 他從不換的房子 我需要Y圓 我這麼多錢去買這些東西 請告訴我 錢 跟橘子 跟蘋果 跟香蕉的關係是什麼 M等於O加A加 蛤 G字 A個蘋果 V個香蕉 M M M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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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